之前解说过一部豪华午餐的《狮人鱼3D》 今天就来说一说第二部《狮人鱼3DD》 故事紧接上一部的剧群 维多利亚湖警区在招数了狮人鱼的疯狂肆虐之后 只剩下破败和荒芜 看过第一部的人应该知道 那些最后被炸成烤鱼的狮人鱼 只是刚刚破烂而出的小鱼 真正的大家伙还没登场 而且当时湖里的岩洞也含有成千上半的鱼卵 所以舌尖上的狮人鱼还将继续下去 时间来到一年后 两个塞姆大叔在湖里打捞动物尸体 他们不知道尸体里面已经寄生了大量的鱼卵 由于尸体罚受腐烂的很长时间 里面示范着一种难免的可燃性气体 用火急照看就是捉死的节奏 一声爆炸之后 里面冬眠的鱼卵终于迎来了饱餐一顿的时刻 管你什么人畜狭限 只要是肉就是他们撕咬的对象 但是塞姆大叔也不是省油的灯 当即以牙还牙 临死之前还不忘秀下很有3D效果的鱼头 东哥在当地经营一家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有普通区和VIP成人区 所以又叫湿乐园 作为巨女的小花认为东哥三观不正 拉低了影片整体的水平 作为一个实在的生意人 东哥认为有噱头的东西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 小花有两个好闺蜜 黑妹和凤姐 以及小伙伴张三 李四 王母 张三和凤姐来到湖边探讨暖里火塞运动的原理 就是类似机器火塞 在加了运滑器的情况下 如何持久有效率的工作 这个话题顿时勾起了两人最原始的欲望 于是双双跳肉糊中玩起了鸳鸳鱼 水底的石人鱼也加入了这场裸泳当中 但是石人鱼对凤姐并没有进一步的肌肤之亲 只是单纯的轻浮 石人鱼的这一恶作剧 让凤姐误以为是张三的贤猪手 于是故作矜持的溜伤案 黑妹和男票正在车里玩坑榜游戏 男票一兴奋碰到了手杀装置 车子自然而然的流进了湖里 两人找不到手铐钥匙 水也慢慢灌进车里 难道就困在里面等死吗 当然不是 黑妹独自一人爬上车顶 晚饭还没着乐的石人鱼 早已懂后多时 想吃暴雨的男票 最后成了石人鱼的口中餐 至于黑妹 应该是成了石人鱼的宵夜 毕竟他们刚吃完晚饭 需要消化一下 在湖里游泳之后的凤姐 开始莫名其妙的呕吐 貌似有了怀孕的迹象 于是同时 调整很快发现了湖里的车子 但是车里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凤姐和小花在悲痛之余 来到湖边玩水 石人鱼马上被两种的雌性气息吸引过来 又是撞木板又是细水的 很显然 昨晚爆山一顿的石人鱼 有点消化不良 只是纯粹想聊一下妹子 不然也不会飞上来 想好小花玩轻轻 看这个架势就知道了 确定了这是石人鱼之后 这些家伙来到我家里 在第一步当中 我是一个民间的海洋生物大人 对石人鱼的一切了如指掌 自己还养了一条当宠物玩 所以他们找我是找对人了 由于第二的关系 这些石人鱼身上含有硫化物物质 硫化物和自来水一样都含有绿 所以要特别留意排水系统的管道 而水上乐阳的管道 正是连接着湖水 于是 回来之后的小花 马上查看排水管道 不要找到石人鱼的疯狂调戏 幸好小花主角共缓护身 才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一直想试验活塞 运动的凤姐和张三 终于如愿以偿 在几秒钟的进出之后 张三隐约感觉到 下体正被一股强力的力量 紧紧吸入 丢 口爆石人鱼 我还是第一次见 太监的第一声呐喊 把根留住 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 强扭的根不举 无奈直下 张三只能挥刀自攻 我只想送你一首歌 算你很 为了保证水上乐园 开张之刃能够顺利进行 东哥买通了王武这个条子 到了开张之刃的这一天 在上一步当中 被石人鱼吃掉双腿的老黑 也出现在这里 经历过上次的事件之后 老黑对水产生了恐惧 死活都不敢下水 不得正常工艺水上乐园的用水 东哥十字用机器 抽起沿沉的地下水 底下的石人鱼 随着水流顺流而上 直接流到泳池的排水管道 啊啊的一声惨叫 石人鱼倾巢猪动 这种尖叫声 以340米每满的速度 在空气中传播 才几分钟的时间 石人鱼就以绝对优势 学习水上乐园 看到这一个波涛汹涌的位置 老黑顿使正义感爆棚 装上两条拉风的翼子 再亮出自制的大银枪 眼看着水上乐园 即将毁于一旦 东哥马上卷款逃跑 由于在黄奈的人群中 都看了一眼妹子 结果被缝裂的铁丝割掉脑袋 最后惨遭石人鱼分时 在小花接救其他人的同时 李四打开了泳池的排水口 石人鱼当即被卷了进去 小花同样也被水流吸住 一旁的王武见死不救 当时不熟悉水性的李四 发扬了蛇脊救人的奉献精神 成功的救了小花上来 然后硬心和美人 就过上了幸福开心的生活 全篇完结 怎么可能 另一个家伙把汽油倒进抽水管道 直接把水房占了 结果石人鱼又像上一步一样 被炸成了烤鱼 而王武也不幸被炸上天的铁叉爆头 这就是反派的扑该下场 就在众人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我又像上部影片一样打电话给他们 说这次的石人鱼 已经进化成会走路了 意思就是可以离开水眼 流到陆地上 这不一个小家伙 打算拍几张罚到QQ攻坚 没想到被会飞的石人鱼爆头 Game Over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有一个关于神秘渔夫的传说 传说他上身赤膊 下身一条红色的沙滩裤 手持一把锋利大钢叉 解救水深火热的受困之人 能够在吉米开发的地方 准确是种石人鱼 他的烹饪绝火 就是用石头反复敲打鱼身 使鱼肉变得更加爽脆弹牙 他就是我们肯德基的代言人 老年运途 探考石人鱼 先以加入豪华午餐